李东县是跆拳道的优秀运动员 他以个人身份参加这次体育赛事 取得了好成绩 我们对他表示祝贺 两岸同胞同为中国人 李东县在运动会上夺牌之后 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和分享 身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荣耀和喜悦 受到了两岸民众的支持 台湾绿营媒体和陆委会的攻击指责乃至恐吓 突破了他们标榜的所谓自由民主的举丹的虚伪 也再次表明 在民进党制造的绿色恐怖之下 岛内只有主张台独的自由 没有认同统一的自由